大宝剑 让健康换你身边 随着气温的回暖 人们蜷缩了一整个冬天的身体 都渐渐舒展开来 我们去郊外踏青 或者去扯线放风症 想象中 我们是在春日的阳光下 肆意追风的少年 但是回到现实 我们在春天却经常头昏脑胀 情绪低落 原来我们都加入了春困族的行列 虽然春困不是病 但是困起来要人命啊 现在8090后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态 每天过着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吃得比猪肠 干得比牛多的上班生活 挣着卖盒粉的钱 却天天操着卖白粉的心 不要单纯地认为 春困只是试睡那么简单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 身体处于亚健康的表现 虽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春困对身体的影响几乎没有 但是凡事总有例外 比如肝炎患者前期的低热乏力现象 心脏病等慢性病因体虚引起的困乏 更有科学数据显示 高血压患者自春天试睡 哈欠连连很有可能是中风的先兆 所以这些由奇病引发的试睡现象 应当及时去医院确诊 也许有人要问了 如何才能更高效地脱困呢 大宝我以养生大师的身份告诉你 其实并不难 首先要有健康的作息时间 到了夜晚 人的体温就会有所下降 新陈代谢也会减缓 身体进入放松状态 所以最理想的入睡时间为 23点到24点左右 其次是要有科学的饮食习惯 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 多吃水果蔬菜的同时 再摄取足够量的蛋白质 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 然后还要进行一定的运动 慢跑有助于细胞和组织 得到额外的痒 促使大脑清醒 拥有能增强身体的耐力 而不增加关节的负担 抗击春困 赶走疲劳 最后适当地饮用咖啡等提升饮品 也是不错的选择 柠檬茶 山楂茶 薄荷甘草茶 除了提升抗疲劳 还有清凉解毒的作用 你get了吗 常言道 春困 秋乏 夏无力 睡不醒的冬三月 在被春困附体的人眼中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不论天气 不论地点 似乎他们都能睡着 横着睡 竖着睡 空中转体三周半 落地接着睡 希望每一只春困口 在听从大宝的建议后 都能解除春困封印 释放出自己的洪荒之力 和大宝一起 元气满满的 度过春天吧 大宝 下期见 扫描屏幕二维码 即可与大宝成为好朋友 想获得更多有趣的养生知识 请点击订阅按钮 订阅我们